這題是考慮你什麼是Boss and Whisk Diagram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什麼是Boss and Whisk Diagram 否則是不能做的,即是撞起了指令球 我告訴你,最普通的Boss and Whisk Diagram 或者我們會簡單一點,就算是Boss Plot 或者Boss Diagram,就算了 一來難讀,二來如果你有興趣知道Boss and Whisk Diagram 即是那些竹數,就像是延伸出來的 不過說回Boss Plot 就是一個Boss,然後再加兩條竹數 究竟它代表什麼呢? 整個Boss Diagram 首先我們先看看中間,在Boss裡面的一條線 記住這條線是Median 這個真的要配的,你要配種的單位 記住是Median,不是Average 千萬不要說是Average 接著呢,Boss的Boundary 其實就是Lower Quartile 可以寫Q1或者Q3 Lower Quartile 寫一個Quartile 再延伸出那兩條Wisk Diagram 就是它的Maximum和Minum Point 先寫Min或者Max 究竟這裡是最基本的 等一下會再說一下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首先看看我們可以找到什麼資訊 第一次問你,你能不能找到Range Range Range Range其實就是Maximum -Minum 我們在Boss and Wisk Diagram 裡面 會看到Range 因為我們有Max和Min 這兩條竹數分出 所以可以的 到Stand deviation 即我們用SD 可以嗎? SD 首先要知道什麼 如果我們要計算 我們要先知道Min 我們要知道Min 我們要知道Min 我們在這個Diagram 只看不到Min 我們只看不到Min 我們只看不到Media 我們只要知道Media 我們有否個Spread of Data 即我們沒有每一點 究竟在一邊 所以我們根本找不到SD 所以不可以的 接著3 他便會問你 這個叫做InterQuartal Range InterQuartal Range InterQuartal Range 是什麼呢? 如果這個要計算 就是Upper Quartal -Lower Quartal 我們有Q3 有Q1 我們是可以找到的 這個就是Boss Diagram 可以給予我們的資料 Range和InterQuartal 如果再有種的 他會加上一些 我們稱為Outline 即是會有一點點 即是 跟我們的Distribution 相差很遠 這些叫Outline 這些叫Outline 有些Boss & Whisker 都會標示這些 如果他有 那條足球 他又不會去到最盡的位置 最長的位置 都會去到1.5倍的 InterQuartal Range IQR 最長的位置 如果沒有Outline 他會比較短 有的 他會更長的位置 但最長的位置 都會去到1.5倍 這樣我們都能找到 Range 因為Range 是最大 最小的位置 InterQuartal Range 沒有影響 都是Q1 和Q3 所以不會影響我們 如何解釋這條問題